二手玫瑰最强硬的 我们是二手玫瑰 灯塔房 现在是2019年12月31号的中午12年 我们运功顺利比达瀋阳 这是我们第二次与二手玫瑰跨年了 我们现在已经渡住了酒店 然后穿上了二手玫瑰的周边的袜子 我的是中筒的 大嘴的是高筒的 然后还有口罩 我刚刚上乘称了一下 大嘴亲自鉴定的 我瘦了16斤 真是轻轻轻轻轻就瘦了16斤 主要是基数太大 我们点了一个 在当地好像开了十几年的一个麻辣烫 这会准备我们先进行一个简单的午餐 因为演唱会是晚上八点 我们准备午餐完了之后 休息 我洗个头 收拾收拾 然后晚上去吃铁锅炖大鱼 吃完之后直接去看演唱会 麻辣烫已经来了 16块钱一会 闻着还是挺香的 六点了一个板面 我俩这次到哪都要吃板面 中北麻辣烫没有麻酱 看着很油 但是吃着还觉得汤汁 看这个酒店 窗子看着这样平平无奇 但是 出来之后就发现 嗯 灯塔房 二手 玫瑰 我们是二手玫瑰 到粉丝 到粉丝 准备看二手玫瑰之前 还是老盘总先吃个饭 怎么点呀 先上套 我们现在鱼还没有上 但是车已经约好了 约了七点半了 这是给炭的呀 这是我们点的配菜 豆腐 汤粉 白菜 还有茄子 我点了一个蘸椒菜 因为看邻桌吃 感觉这是太棒了 所以我也好想吃 我真爱吃蘸椒 我真爱吃蘸椒 可以吃了 现在倒计时 几点了 现在已经7.06了 还有20分钟 还有20分钟 这个鱼超级嫩 这个豆腐就是小时候吃的 那个豆腐的味道 这也太好吃了吧 7.29 一分不差 准时出发 我们现在的豆腐 有点成长 第二��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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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今天要让我来呀 谁他把动员来呀 我这孩子子才不愿意来呀 我今天要让我来呀 人在江湖调 大河不爱道 不小心他们成了家 生了个才子一起争扎 大河不爱道 辣完了吗 有 我要开玩 要开玩 东北鼓手小鲜肉 孙泉 一人脱堆 每个人一人消费 年月大 二零二零年之际 你往哪儿躺 放开自己的爱情 就要开 放开开 用放开开 他 二十年就要估计 办公路 担心 我们现在已经回来酒店了 现在大概还有20分钟 就是2020年了 今天晚上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 那就是牛逼 就是我觉得 如果跨年需要一个仪式感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最棒的仪式感 就是看二手玫瑰的演唱会 辞旧迎新 常看常新 常听常新 常爱常感动 转不出词来了 总之是非常的开心和满意 在2019年的最后一天 然后和二手玫瑰一起度过 给这个整个的一年 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大嘴让我再帮他喊一句 孙圈牛逼 今天是二手玫瑰成立的20周年 我喜欢他们 大概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吧 然后希望接下来的20年 还能经常的看到他们的演出 希望他们也身体健康 再演20年 20年之后再演20年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 如你所愿 万事如意 诸事顺利 在这种各种情绪交织的场合 我们不能这么简简单单的结束 然后为大家唱一首歌吧 刚看完《二手玫瑰的演唱会》 那我们就唱一首《南望金礁》吧 哈哈哈哈 南望金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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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天阳与海角 山州万里 同怀抱 公主愿 祖国好 祖国好 叫我围绕个之王好吗 求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